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作词 作曲 刘雨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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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这件衣服的重点在于哪 小爱你扯那边 一二三 我好怕扯的太 爸又被看手了 好看吧 这款真的很喜欢 那我们先选一个题目好吗 可以 我看到下面的观众已经是 那个时候是我建议造服装 是千万不要撤掉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大C真的很中意 当时大C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一开始说 这件衣服可能有点太暴露了 要不要怕死点 结果大C说不行 这件衣服必须要留下来 可是刚刚大C说 我五年后才可以走这种性感路线 然后刘雨昕说 五年之后你的胸都到这了 大C 大C别怕 五年之后地平线我那个拐杖留给你 好 四四爸爸我真的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他刚刚还问我爸爸 你爸是开武馆的 会不会很有钱 你爸是开武馆的 可爱你这回知道上道了吧 曾经有一次思思问我 脑子瓦特了 发音到底怎么发 然后我就问 我就告诉他 脑子瓦特了 结果思思上台 脑子瓦特了 前上前我的 结果我心里想 你不是在问我如何发音吗 我们选不选题目了还 选题 来我们让 你们要自己选呢 还是让空台帮你们一起选 空台二和三选二和四选一个 是吧 二和四对吧 来快点帮我选择一个吧 我感觉台 台上面已经 哇 对你 丧心病狂 对丧心病狂的是 是老司机丧心病狂在这 老司机 今天不开车 抱歉 今天不开车 今天还不开车 今天莫莫才是老司机 因为莫莫第一首歌上来的时候 就带着我们这样了 今天开飞机 很好很好 很好 那我们先从 先从丹妮开始吧 丹妮开始吧 我的眼睛从这挪不过去 你们那边开始 小双 你的眼睛多得了吗 小双 小双 先来 来是吧 他们说你啥 不就这样吗 不就这样吗 啊 我觉得 原来捏 就是你 原来捏 你看他 作为一个后辈整天说 我笨蛋 那不是很少女生同 他真的 他刚才还在后台跟我打架 戴萌以后戴萌在旁边 戴萌 对说到这个 戴萌最可恶 他当时戴萌在我旁边说 他想把我打一段 他看着我跟他打架 他说他想打我 为什么 他说因为是我先打他 其实是他先打我的 然后我说为什么 我说明明是他先打我的 但我说你长得一个先打人 小双 你们小双 小双刚才说的那一段东西 就听上去就像是一个 那种小学 你是白痴 你才是白痴 我反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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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跟他说 反弹反弹 然后小双说 我有进就这 你反弹不了 没有 小双就真的很容易让人想打他 你现在你们想打他吗 他说完这一段话 小双你知道吗 偶像剧里面有个很浪漫的一个职业 就是在外面给人家打 然后给你钱 我感觉你这个事业肯定是 对对对 还有人说 以后让我毕业之后去干这行 就是打别人 然后他会给我钱 是吧 叫肉把 那 那洛洛呢 老司机 没有 因为感觉一般都是我对别人 老司机 确实 确实 老机长 对吧 所以感觉这个问题问我问得很尴尬 因为我记得老司机以前一开始的有个catch freeze 就是什么丧心病房 每天都要丧心 每天都很丧心病房 但是 那个时候在我心里 洛洛还是很清纯的 然后我就想说 洛洛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catch freeze呢 结果后来才知道 确实 这叫先知知道吗 先见之明 很久以前就预料到了自己成年以后 驾照考的飞快 是 当然今天不开车 大C呢 今天都是因为穿了这么淑女的衣服 所以都很保持正经 大C 聊一聊梦露款 对你有什么回忆吗 没有回忆 没派给我 我不开心 大C当时气死了 一脸 拿到这件衣服的时候 一脸绝望 我居然不是梦露款 我是CC 我居然不是梦露款 我居然是梦露款 我居然是梦露的 我居然是梦露的 因为梦露的 我居然是梦露的 我居然是梦露的 就是今天首演的时候特别特别紧张 你知道吧 然后他觉得自己就是 也不知道 就是假装自己不紧张的样子 然后看我很紧张 你知道吧 结果刚上台之前 他突然摸着我的手来 大C 你话筒带了吗 那个是哪一场啊 不是今天这场 不是这场吗 那是有期重生的时候 然后是大C到时候 国美刚回来的时候 然后上场 然后后来大C跟我说 他很紧张很紧张 然后然后我就感觉大C紧张 然后我就跟大C说 大C你麦克风带了吗 是刚上场马上就要上场 对 大小爱呢 哦 你讲了吗 我当然在讲 你不要骗我 你别以为我是小孩子 听不懂啊 你快点你先说 大家都长大了 我要说一件最丧心病狂的事情 是思思的一件丧心病狂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思思也是另一名CC嘛 哦 结果呢 结果呢 思思现在真的已经长大了 思思原来是一个很清纯的小孩 就是遇到这种 像洛洛这种老司机 发出来的那些奇怪的问题的话 思思都是那种 嗯 我不知道 然后 我从来不说我不知道 我只是坐在那儿 但是我不会说出来 宝宝不知道 但是宝宝不说 但是 今天思思 不知道 你连什么都知道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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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过的词 但是我坐在那儿听了 我不知道 我就百度 不是还有百度吗 对 思思 你现在百度得非常成功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不是一上来 有一个空姐妆嘛 然后也是一个威领的 然后呢像思思这种很有料的 性感担当嘛 总归都会 你怎么回事啊 没有 因为你说思思性感担当 当然了 对 你要让思思自己 然后我想思思 思思你真的长大了 你干嘛呢 小爱 你的思思长大了 是 你长大了 我也长大了 我觉得 你也这样吗 因为我们的unit曲 不是以前 我是穿小爱的粉色 她是蓝色 我穿得下她的衣服 那证明她也是长大了 真的 就 害羞 不说这个 我是个清流 就说 最善心病狂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 对老司机了 你帮我 帮我求你了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她总是喜欢乱摸别人 小爱 你刚才也很扫心病狂 刚才你在后台的时候 对肖云做什么呢 没有没有 老爸 我给你演示一下 她刚刚就这样 没对没对 没对 没对 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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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 不是比较温柔的 而且小爱还说 哇好有弹性 噔噔噔噔噔噔 没有 她最经典的是 还问少爷姐说 少爷姐 平时你这里锻炼吗 你们让我一会怎么在舞台上表演 我现在一个人我都想 但好 我很期待最后 很期待 但怡琳最后 一定要全程关注少爷姐 最 也不是也不是全程 前面看一下我们好不好 然后 最后 然后 你们最后关注一下少爷姐 最后 少爷姐会站在那个位置 我 我也不想说什么 这里有一个人 刚才 我看到了一个老司机 从下面开车过去 看就不得了 思思 思思有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 需要你们配一下那个 就是 就是 一旦有大型选秀节目被淘汰的 那个背景音乐就是 继续 曾经 我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自从少爷姐出现之后 你爸爸还在看 一切还有挽留的机会呢 我爸爸 他想抛弃我的妈妈 我希望 我希望 他真的 保重吧 反正就是 还有我妈妈也不看 你自己这样子 就像一个就是那种 伦理剧一样 就特别感人 然后大思你那首solo 可以拿出来当电视剧结尾了 没有啊 但是 但是我觉得 苏苏应该挺开心的 因为刚才大 那 肖音姐 在 在后台问 思思说 那个 你爸爸开舞馆的 应该 挺有钱的吧 好了 那丹妮呢 为什么跳过她呀 她最后给她说嘛 好吧 我相信她 心里有很多故事 怎么也是一个有刀疤的女人 对 没有 其实 别人对我做什么丧心病狂 是应该没有 但是我会 最近很喜欢 做一些丧心病狂的事情 我没有了 我先去歇一下 我换一个人 我换一个人 小姐 不是 没有 袁丹妮的室友 袁丹妮的隔壁是 徐一仁 没有 其实这样呢 就是 摸起来手感 是不太一样的 爸爸 不是 你们两个爸爸 害怕 干啥样 一言不论就叫爸爸 那是我爸 好不好 完蛋 思思 我真的很为你担忧 已经开始叫爸爸了 是啊 不是叫错了吗 来 笑音姐你要想什么 你想任我爸做干爹啊 笑音 思思以后就不叫笑音姐了 叫笑音妈 我爸很有钱真的 有什么感想 哈哈 嚇傻了应该 就是我本来 我今天觉得自己挺美的 一直都很美 一直都很美 还是很美啊 待会儿会更美 然后我现在很紧张 再加上伯母那边 我又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想 但是 年龄不是问题 我妈的胸部都到这了 哈哈 哈哈 丝丝的脸一下子灰了 眼里不是问题 妈妈干嘛呢 我妈妈不是她的对手 哈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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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也看一下我们 前面看我们 最后再开头吧 小艾来吧 最后结尾 下一首歌叫做 纽约梦 哇 哟 嗯 呃 sock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